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自家大門敢用指紋鎖 看起來高科技似乎會有高安全性 但常常也有這種情形 不管手指怎麼感應 指紋鎖就是變毒錯誤不肯開門 最後還是之後拿出鑰匙來解決 有瑕疵 然後常常很多屋主 自己的指紋都辨識不了 結果反而都被反鎖在外面 找不到人來維修 所以大家後來就習慣說 那還是改用密碼鎖 或者是直接用鑰匙 防治業者分析 4、5年前指紋鎖風行 讓不少新大樓全都改成指紋鎖 但沒想到陸陸續續出現問題 此外在大陸的淘寶網上 甚至出現只要2、30塊人民幣 相當於150元台幣左右 就可以有矽膠工具替你複製指紋 也讓指紋鎖的安全性跟著搭檢 把臉靠近儀器 五官掃描確認 立刻就可以打開門鎖或是保險櫃 還有利用鴻膜辨識 這些人體生物科技解鎖日行月異 不少豪宅敢用更高檔的科技 來增加保全防線 我也有看過屋主本人就是 就是對準那個機器 然後確定那個臉 是屋主的臉 然後電梯門就會打開這樣子 在大直這個社區真的有 相較於指紋鎖 鴻膜或是人臉辨識 雖然安全性跟辨識度更高 但價位也比起指紋鎖要貴了10倍以上 以往都是在機房實驗室安裝 這幾年豪宅的安全需求提升 也有將近1%的豪宅安裝 但對一般民眾來說 還是不見得能夠負擔得起 記者林姓林東銘台北採訪到